現在已經繼續收 這比較近的失望人數 也不斷增加在漲 這失望人數是34人也創作 這已經依賴相關的紀錄 這第四率已經突破兩趴 百分之二 也加全球 這第四率的平均 二點一六 百分之二點一六 是差不多了 有專家是基礎說 這第四率是越來越高的 中方 主要是比較近的人數 沒辦法來檢查 加上在平方大部分是 是會數比較高 不過現在來看 這比較近百分之二 這八成是輕盡的環節 這專家是說 越早來提供 越早治療 是比較好的一個治療狀況 後來新冠疫苗 希望個案 大大上升 第四率已經超過兩趴 專家表現一旦不快 嚇過感染 老大人為了機會比較高 等下真價越來越多 第四率就上升 沒有辦法馬上醫療組織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關鍵一關室 通計資料 顯示 這專家新冠疫苗 總計客親人數 台幼市一億七千兩百萬人 總計失望人數台幼市三百十七萬人 第四率台幼市百分之二點一六 日齊後 政府中心 公佈失望人數三十七人 還在超過一天內新冠 全臺灣總計是兩百二十四 例會失望 第四率超過兩趴 已經慢慢來北京 總計位的第四率 另外有平民的媒體 通計從五月十五 佛法社區的感染後 希望人數總計得到兩百十一例 這段機關的第四率 警察官 而且沒有辦法 要繼續來上升 專家表現 每一桌這個第四率 要先找出親近的老大人 將能夠騰出更多的醫療資源 給這些所謂的重症的病患 專家分析 國內 甲金病例 雖然台幼八成是輕症 但是甲金的病人 以六十到八十歲 老人比較多 加上是萬聖病 還價 身體狀況比較適量 擁有領病有很多 殘舊 所說 四現黨情跟四方的情形 比較多 無拜託 第一期來 四方素量 強硬要的結束來上升 強調三級的境界 防疫最快 必須嚴格來執行 有症狀 有很多數都不可以來復習 早期檢查出當前的患者 並且急著來治療 才有機會來降級的第四率 記者 宋法博德